本地上个月通报858起疑似接种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 截至今年11月底 本地有超过145万人已经接种了冠冰疫苗追加剂 接种荤芮和莫德纳追加剂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 各有304起和87起 各占注射技术的0.03% 卫生科学局说 接种追加剂的副作用同前两次注射引起的副作用相似 没有增加的现象 目前本地也没有接种追加剂之后出现严重过敏性反应的报告 总体而言 本地施打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超过1000万剂 当中只有大约0.13%一次出现了不良反应 至于科兴疫苗在本地注射的26万剂量 共出现了235起一次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报告 另外当局发现在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之后 出现罕见的脑静脉血栓的风险 略微增加 当局接获了13起 一次出现脑静脉血栓的病例 这些病例在接受治疗后正在康复中 当局强调 感染冠病导致出现脑静脉血栓的风险 比接种疫苗的风险高出30倍 因此接种疫苗的好处仍然是大于风险 绿受疫苗的风险 对了 感谢观看